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启示亮光 阿爸天父我们赞免你 我们呼求你的名 你是我们的高台山载 你是我们的岩石 你是我们的帮助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主啊我们呼求你的名 你就来拯救我们 我们非常感恩 你带领我们度过 以前的那个新奇 而且是有健康 而且是有天父的供应 有你的保护 有你的旨意 有你的计划 有你的同在 主啊有天使天君围绕保护者 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称颂你的名 我们称颂你的伟大 我们要天天的来歌颂敬拜赞美 称颂也和华的伟大 因为没有再能够与你相比的 愿你在我们的当中 立定你的宝座 愿你亲自祝祷 你的赐福 还有你的喜悦 领导我们 你在你的宝座上 你是弯腰来看 在地面有没有任何 是愿意向你心中来存正直 是来信得过你的 以致你可以彰显你的能力 主啊我们在这里 我们信 愿你彰显你的大能的能力 和拯救在我们的当中 愿你在我们的其中 被尊荣起来 我愿你的天使天君 也是纯利的出动 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来围绕保护着 神的儿女安宁 来保护着 赞美阿爸父 愿天父你打开我们属灵的五官 来领受从圣灵开恩给我们的 神的真理 感谢阿爸父你带领我们 要近代要来的这个星期 是得胜如夸胜 有你的同在 而且是你荣耀的 这个福性的灵 充满我们 带导的灵 充满我们 你的供应也丰厚的 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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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段经文 大家来分享 第一段经文是 诗篇 119篇 第93节 诗篇 119篇 第93节 世人如此说 他说 我永不忘记 你的训词 给你用这训词 将我救活了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经文 意思说 是从神的意念出来的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 那个主题 从神的意念出来的话 就是能够救我们的 也就是赐生命给我们的 因为他是永生神 从他而来的东西 从来没有死亡 反而从他而来的呢 是他的训词一出 甚至是从我们的记忆里面 被圣灵提醒 恩高激活 我们想起来了 都能够救我们 都能够赐生命给我们 这是永远好的无比 说弟兄姊妹 我们要读经董告 我们要背神的话 朗读 朗背神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甚至从我们记忆 记起来 你一宣告出来 就是能够将我们救活的 有生命 有能力 有复活的能力 能够把我们 唤醒救活起来 哈利利亚 天父啊 我们的祷告 就是祝你赐相给我们 有一颗爱慕 敬畏爱你的心 是有一个的叫可慕 是要把你的话 常常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不忘记你的训词 你在无论哪一个的生命的主题里面 欢护我们的生命的 你的话一出就是亮光 你的话一出就是保护 就是拯救 就是供应 就是医治 也赐给我们生命 你用你的训词将我救活了 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愿你带领我们 因为现在我们是已经走在 安苏的日子里面 是走在神 带领我们同行的日子当中 愿你使我们活过来 而且活得更丰盛的生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看《天撒罗尼加》 前书 《天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从第三大第六节 这个是保罗 有非常好的一个 叫提醒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 什么是神的旨意 其中旨意 其中旨意呢 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远离隐形 所以各方面呢 就对自己身体 有任何的性行为 若不是出于婚约里面的 神所给的那一个的 叫做婚约里面的性行为 若不是这一个的话 这就是淫行 所以在身躯里面 我们要知道 我们整个的人是被耶稣救赎了 信了主耶稣之后 他把罪除去 他的保血洁净我们 我们是属主耶稣的了 他把我们买赎了过来 以至我们是连于基督 就连于真理 连于真理呢 是一个婚约 我们永远嫁了给真理 以至不离不弃 以至我们是可以能够永远 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所以这个叫淫行 有两种 一个就是在身躯里面 物质界的 在婚约之外 有任何的叫做性的行动和行为 都是叫做淫乱的行为 也就是罪 这个是唯一的罪 是得罪自己的身体的 就是淫乱的罪 然后第二种呢 是属灵的 这属灵的呢 其实是排第一 先是在灵界里面呢 我们若适合主耶稣 就是真理 分离分隔 就是和他离了婚 就是破了这一个 和真理有的婚约 人就会去 找其他的形象来拜 拜偶像 远离神 不拣选他为神 这个是叫 犯了这个属灵的 奸淫的意思 所以这两种 我们都要离弃 说明是神的旨意 是要我们叫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是等于 远离淫行 远离淫行 也等于回归圣洁 神是圣洁 他要我们活住的是 圣洁的生活 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 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这里是说 这个圣洁的意念 我们知道 一接受了耶稣为个人救主之后 我们是接受了他的生命 他的本质进到我们的里面去 是圣洁的 也是喜好圣洁的 那我们若是新的人 新造的人 我们就不愿意去犯罪 而且你若不小心犯罪了之后 你会很不愿意 而且你要悔改 你会要离开那个罪 你要好像洗过澡一样 你不喜欢是被玷污 你是喜欢是回到清洁的那一边去 因为我们有神的性情在里面 这个是圣洁的 就是主的生命在里面 而且是尊贵的 因为我们在神的形象里所造的人 本当居高位 本当是尊贵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圣洁的人 这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也是尊贵的 所以不要把自己放落在 悲贱的事情上去参与 有一段的这个经文是在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然后我们再回到 这个贴萨罗尼家十章四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 在大户人家 不单有精气银气 也有木气瓦气 有作为尊贵的 有作为贝贱的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要 你要选择成为哪一类 我们选择的是成为贵重的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就做 尊贵或者是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和富足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这里是 我们需要做个决定 因为天父已经赐下 这个身躯给我们 我们是应当要 好好管理这个的身体 我们要爱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在基督耶稣里面是 圣洁的 是尊贵的 所以我们要爱自己 要保护自己 我们是要决定 要不要自己洁净自己 一是说 曾经一度犯过罪 陌落了 那现在得救信主 在基督耶稣里面 就是已经过去 一切变成心了 那我们是否是愿意 每一天都洁净自己 不要去玷污 不要去参与 那种叫悲贱的 就是属低沉的 是属暧昧的 是属堕落 情欲 私欲的那一种 已经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那种性情 罪性 所以我们是已经脱离了 罪性 我们也应当继续不断的 拣选脱离 悲贱的事情 我们就必做贵重的 基民 成为圣洁 所以这个是和服主用 所以圣灵就能够充满我们 预备行 隔阳神的眼中看美上的事 天父我们祷告的 祝祢 感谢天父 祢邀请我们 是活出一个生活 是愿意一生 有智洁的这个生命 主啊 感谢祢 呼召我们 我们愿意 就是圣灵带领我们 是不断的每一天 都有这个的叫 愿意归向圣洁的 这个习惯 竭尽自己 脱离被剑的事 去拣选脱离被剑的事 使得我们成为 是尊贵的圣洁的 进入 合乎你的用途 愿圣灵 你喜悦的是 来住在我们这个店里面 因为我们是 被住的保鲜 买回来的 是尊贵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回到刚才的 那个贴撒罗尼家 前书四章 从地事件 你们个人晓得 怎么样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 身体 这个是什么 圣灵告诉我们说是 你应该自己知道的 所以你接受了耶稣 为你个人救助 你就应该知道 从圣灵的教导里面 应该怎么样的 活出圣洁和尊贵的生命 不要去放纵 私欲的邪情 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所以这个叫放纵私欲 是没有道德的边疆的 这个不是祝福 那个不是自由 一个自由人 那是守规矩的 有属灵的秩序 有属灵 神的道的话 成为我们的这个参考 还有我们的边疆 不越过那个的界限 这一个是蒙福的人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 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类的事 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 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 从第十九 到第二十节所说的 我们 我们应当要好好地来 就是说 做管家 来管着 守着自己的身体 要爱惜 你要尊重你自己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六章 第十九节 岂不知道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所以我们是 已经是被耶稣买熟了 他的宝血洁净了 这个是圣灵住的店 圣灵住的地方 我们当尊重他 阿雷雷 而且是 我们是被主耶稣买回来 是重价 是耶稣的血 他的生命买熟回来的 把醉除去洗干净我们 而且吃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 来荣耀神 你若是还是有一些的 就是说 有一些的人 有自营的这种行为 有一些的人 有心思意念里面 是想着物味的东西 色情的东西 甚至你有一个习惯 就是去看 上网去看 那种是不应该看的 那种网上的色情的东西 这一些是自己开门 进到魔鬼的领域去 你会被你里面的 那个发动的私欲 所影响 但是呢 你是需要把这个情欲 钉在十字架上 加拉太书 第五章 二十 我们看二十四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四节 我们说我们是属圣灵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那个 邪情私欲 这个就我钉在十字架上 反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如果你是说你属主的 但是你的行为 你的思想仍然是 就是说 有一个的喜悦 有一个是被套着去 就是喜好去看那些 色情的东西 还有把那个叫做 他的那个习惯 不除去的话 这些人进不了天国 这个是真的 所以主已经是提醒我们 凡是这一类的 邪情私欲的东西 是不能够进神的果的 所以你当把 因为是救我 那我们说是属基督的 不可能你一方面 有耶稣的信心 一方面你是允许 那个邪情私欲 堵入的那个奇欲 仍然活着 所以你今天要拣选 神能够帮助我们 祂愿意帮助我们 而且是神的旨意 在圣灵里面 使我们成圣 你若愿意 你可以和我做一个的祷告 你说 阿爸天父 我今天知道了你的话 我的这个身体 应该是圣洁的 除了是婚姻婚约里面的 可以有性行为之外 其他在婚姻婚约之外的 都是叫犯罪的行为 是淫乱的行为 我愿意悔改 离开 这一切的叫婚姻之外的 任何的这一种 无论是思想里面 构想出来的 无论是真正的去 找人发生关系的 我都愿意悔改 离开这一切的 邪情私欲的罪孽过犯 主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悔改 求你赐下给我 耶稣的生命 在我的里面发动起来 主的生命 是把这种邪情私欲的生命 是能够废除掉的 我是属基督的 你的话告诉我 已经是把肉体 连肉体的情欲 是同盯在十字架上 我赞同 我一切里面所有的 任何的邪情私欲和肉体 盯在十字架上 我不要去把它拿回下来 求主救我脱离 任何的这个参与 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引诱 是想把我拉回去 邪情私欲的那种 生活想法习惯和做法 主啊 圣灵愿你浇灌充满我 愿主的宝血 这该洁净我 我给主耶稣批准 把我里面一切的记忆 有任何 曾经之前 你若是有 上网去看过 社情的东西 你有做过任何的 是自营的行为的 有任何是属于事情的那种 参与的 你说主啊 我悔改离开这一切 我今天就决定 是完全的是切断关系 因为我是不再属救我 我是已经把救我 同丁和耶稣同丁使之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救我 乃是新的我 求主的生命 在我里面发动起来 使我活出的是基督 是圣洁的生活 从今以后 任何犯罪的胃口 奉执都没废除 愿主圣灵创造在我的里面 圣洁的 像神的 喜好 尊贵的 喜好神 美善的 这一些的习惯和意念 充满我 愿真理充满我 我愿意自觉 脱离悲见的事 愿你 重用我 成为尊贵基民 克服主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里雷 另外 有段经文 和大家来分享 我们看 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 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 神是可信的 基督呢 是叫全辈的真理 也是有全辈的恩高 以及是能力 能够赐一切的生命 把死亡和死亡的率 都能够飞去 所以这个是基督 是能够救我们的 弥赛亚救主 耶稣的名翻译出来 那是 神救我们脱离罪 所以能够救我们 脱离罪的耶稣 他有全辈的恩高 有全辈的权柄 宝座和能力 是能够来救我们 脱离任何死亡和堕落的东西 把一切都是 放到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永生的生命来交换 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就是横花时间表直到永恒 是不改变的 他是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叫不改变的 所以我们可以信得过他 主啊是的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头 是我们的折盖 我们是主的身体 阿爸父啊 愿你恩高我们 是活在耶稣基督的 这个平安的治理 神平安的国度的治理之下 而且是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不安全的那种的 没安全感 乃是 基督是我们的安全感 奉耶稣基督的名 基督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 安然 谢谢在耶稣基督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有段经文出现 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 既然经文出现 我就提一提 马可福音第二章 这里说到呢 主耶稣基督是 安息日的主 特别是 27 28节 27 28节 我们为什么可以信得过主 可以依靠过去呢 因为 祂是安息日的主 祂为我们设立安息日 是为我们的缘故 安息日是为我们安排的 以致我们工作六天之后 我们第七天 就是其实每个星期的 排第一天 其实是 是可以有安静和休息 以致你不会紧张 到底有没有神的供应 到底前面是怎么样 不会这种 乃是你会 有这个安全感 信得过主代理 主供应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我们是 不说你要守安息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是不可以做这个 必须不可以做那个 不是 安息日是为我们设立 所以是 是一个叫做 那一天里面 叫做日 是给我们有安静休息 脱离劳苦丹重担 是能够 喘息 是能够 恢复 是能够得医治 所以人只是 安息日的主 所以我们要守安息 一生这边你要知道 每个星期里面 信主的人 你应该有一天是你的安息日 最好就不要把它改 因为我们是要来到主的面前 在耶稣基督的这个 平安的君王的 这个安息 这个叫平安的治理之下 我们可以休息 恢复健康 我们可以 不不惧怕 我们可以知道有神的公义 我们可以是活出生命 是可以重新思考 到底是 有什么事应该是出于神的 那为什么我这么紧张呢 为什么我是没有去依靠主的 你就放下那种 是远离主的东西 回到主的那里 你可以安静休息 你可以什么 重新得力 奉复的名 诸佛弟兄姊妹们 是守安息 阿们 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 我们看 我们看诗篇 诗篇第107 然后15到第16节 诗篇107篇 15到第16节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 启示称赞他 当你想到神的爱 阿爸父就是爱 他的爱永远不止息 他的爱永远不失败 所以我们想到他的爱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爱的这个恩典 何等的残酷 高僧 何等的伟大 因为父爱我们 不给我们是我们当配的 要受的审判和死亡 那个是永死 是永远最恐怖的东西 但是主却来恩待我们 赐下给我们救恩 我们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要敬拜赞美他 愿主赐下歌海 就是说海歌还有旋律 是能够敬拜赞美 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要因他的这个慈爱 还有他向我们做的是歧视 他的拯救 他的帮助 他的带领 他每一个方面 对我们的那个照顾和永不止息 这一个愿我们来称赞他 因为主是配的称颂 所以是呼唤我们回到一个叫 敬拜赞美的一个生活 为神的慈爱赞美他 为他所行的歧视来赞美他 因为他打破了铜门 而且砍断了铁栓 这铜啊 是审判的意思 意思说没有祝福 好像天子关了门一样的 就没祝福的那种 或者是受诅咒的生活 他打破了这个离开了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面 使我们放到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住在他一切丰盛当中 是蒙福的 从今以后我们是被祝福了的 被神赐福的 不可以被诅咒 再也没有这个铜门 再也没有铁栓 来拦住我们 来得到神丰厚的 这个一切美善的供应 因此我们要称颂敬拜赞美他 阿们 我们宣告一切诅咒已经破除 无论是原罪来的 无论是家族遗传来的 无论是我们个人所犯的过犯来的 我们都悔改离开这一切 我们是接受了耶稣为个人救主 你是为我们打破铜门 砍断了铁栓的 主啊 是的 愿你在我们的头上 敞开你的天窗 请扶下来 甚至我们是无处可容 愿你亲自的在我们的前面 你亲自的砍断了这个铁栓 让我们是能够出得来成为自由人 活在你的恩典 你的供应 你的保守 你的健康 你的同在当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耶和华是配的 称颂 有一段经文 诗篇136篇第一 到底时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重祂 你们要称赞万神之神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启事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阿里雅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祂本为善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第七到第八节 特别是第七节 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第七章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瑜伙 傀儡能败坏人的慧心 我们只看第七节 我们看中英文一起看 我们看这个NIV还有NASB 这个叫勒索 叫extortion 叫extortion 就是说你要强势的 必对方要给你一些的东西 要不然的话你要压制 这是叫oppression 所以有个extortion 有个oppression 勒索是有压制性的 也是有强迫性的 就贵辱的意思 这一种的行为 使到智慧人的心会变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是祷告主 保守我们脱离 有任何这一种的意念 要来叫控制别人 强势性的压制 而且是强势性的要 就是说没有爱的东西 也是没有道德的东西 是偏要从别人身上得着好处 这个使到智慧人的心变为余网 变为没有智慧 余网的是余人说没有神 就再也没有神的智慧 也再没有神的亮光 在他的身上 网是叫空虚的 就没有真理的本质的 所以就是勒索能够使一个智慧的人 变为余网 然后傀儡 你是说 看钱 看马门 对吧 然后你想得 那个钱所要给你的益处 你是看见了那个钱 然后你看见了他的益处 你去要 这个本来是来傀儡你的心的 你确实要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能够败坏智慧人的心 所以我们要祷告的就是 求主就我们脱离勒索 也脱离受别人的这个傀儡 奉耶稣基督的名 他们 Aleluia 愿主赐我们智慧的心 我们要用诗篇第15篇 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诗篇第15篇 我们祷告说 这个大魏的诗 一和华 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我们要住在你的帐幕和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所实化的人 愿你亲自 做成在我们的里面 是一个纯正的心 一个真诚的心 而且是 我们要心里所诚实化 求主 你的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所 口说诚实化 心口对齐 不以口识 来采访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水火 毁谤灵力 求你救我们的石头 脱离 埋怨 脱离 讲别人是非 脱离在背后 讲人的不适 我们的眼中 是藐视费类 却尊重那 敬畏以豪华的人 我们发了事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我们不放在取利 不受 傀儡 以害无辜 行这事的人 你说 必永不动摇 主啊 愿以你的圣灵 建立这个根基 在我们的里面 是真理的根基 使到我们能够 行出你的公义 能够秉公平 能够有你的慈爱 能够有谦卑的心 与耶和华 活在地面上的日子 与耶和华同行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里雷 我们今天到这里 愿这些的经文 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 和随时的帮助 愿主赐福大家 大领我们 愿天父大领我们 走到在要来的 那个星期里面 得胜入夸胜 然后把荣耀归给天父 下次再见 会有更多的 本周 启示亮光